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共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沃丽华1963年 他所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 梦回清河 乌丽华1931年出生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刚刚过世 所以我们借由节目的机会 为大家回头介绍一下 曾经留下多部小说作品的乌丽华 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乌丽华他在后来文学的生涯上面 一写留学生小说著名 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过 他的刘学生小说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考验 不过1963年 他第一次出版长篇小说作品的时候 他写的还不是刘学生小说 而是一部把时空背景 设在抗战时期的中国 在沦陷区里的大家庭小说 大家庭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成员 这些成员占量了一个时代的影响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人生的体会 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身份 以及源自于身份的各种不同信念跟价值观 因此就使得这样的家庭格外的复杂 这一部小说是用第一人生写的 叙述者我叫做定誉 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的家族当中 有着非常紧张的关系 他的外婆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 而且是一种旧式家庭的霸道 例如说外婆家里面仍然养着丫头 那对待丫头的方式是纯粹权威大骂的 小说里面鲜活的描述了这样一段 外婆在房里骂他的丫头 贵局然后不知道这个贵局弄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外婆更加的生气就说你居然敢还嘴 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我今天非给你一点厉害不可 你给我滚过来 本来为什么会起冲突 就是因为外婆选贵局 叫他去掉弹鱼罐却没有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外婆呢 竟然就说你给我快死过来 马上替我把弹鱼罐里的东西通通喝光 听到了这样一片死样的沉寂当中 这个贵局呢 吓得不得了 捧着弹鱼罐 一进外婆身边 举取双手 预备喝了 借着灯光 这个定语就说 我看到罐里 外公的浓潭 外婆湿答答的鼻涕 稀盛的烟头 以及与茶叶脂混合成的浓黑的液体 我的胃一反一反的 嘴里涌满了要呕吐的精髓 就连忙把头掉开不看 忽然阿爸抢前一步 一把夺过贵局手里的弹鱼 狠狠地往地上一池 使灌里的污水流了一地 然后她转脸朝外婆说 她虽然是你的丫头 但是有我在这里的一天 我就要阻止你这样 没有人道地虐待她 现在是什么时代的 有丫头本身就是违法的 更何况你这样虐待她 稍微有点人心的 就做不出这种刻薄的事来 你看看 这样龌龊的东西 连猪狗都不会要喝 你竟然要她喝下去 快你做得出 外婆被女婿这样一阵抢白 外婆气呆了 别人呢 则吓住了 房里近得可以听到 个人心跳的声音 忽然外婆黑黑的笑了冷 忽然外婆黑黑的冷笑了两声 冷得把我身上的血都冻住了 然后外婆接着就说 好一个正人君子 你在外面买了一个舞女 和她像夫妻一样的住在一起 双进双出 把我们家女儿德真 当阿牧林 关在乡下 这又是有人心的人 做得出来的事吗 要做公道人 先照照镜子 看自己做的事 有没有良心 这一串话像一阵雷似的 把我急得魂飞魄散 我一手紧紧抓住门框 一双眼睛就钉在阿爸身上 她的脸油青剑红 猴头上的大结一上一下滑着 而上一根青筋 剧烈的跳动着 我不忍多看她 就去看阿姆 阿姆也在看阿爸 她的脸很苍白 但神情倒还镇定 她看了一会儿阿爸 见她不敢回看 就站起来 先连走出了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底下 阿爸的秘密 就被外婆给撕破脸 切开了 阿爸作为一个现在青年 还有她爱情上的需要 虽然乡下有了一个太太 可是在上海教书的时候 她又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状态 这样的状态 到了1937年 就变得更复杂了 因为卢沟桥事件发生了 到了8月 上海吃紧了 大舅回到乡下 说上海情况混乱到了极点 大家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 阿爸不但没有回来 一点信息都没有 自从被外婆揭露了 她跟另外一个女人 在上海同居的事情 阿爸就失去了消息 但是因为战争 就使得这个家庭 必须要面临另外一种新的情境 这一段情景是这样的 家里面帮忙的阿歪嫂生病 阿母自己在河户头洗衣服 那条河呢 就是小舟提名当中的青河 外乡进来的人如果走水路 小划船就由这条河上划进来的 我十分喜爱青河 长跟阿歪嫂来 坐在最高的一个石阶上 看对岸的树林 树林的变化很多 早晨来看时太阳刚升起 照着树林一片霞红 傍晚来时 树林又好像披了白纱 迷迷蒙蒙一片 这一天阿母来洗衣服 正巧是中午 树林就是树林 一点都没有安徒圣童话中 那种神奇的景象 定基就是他的弟弟 要我和他一起找博厂的石子 比赛练水漂 我没有兴趣 就抱着腿东张西望地看着 远远看见从市场桥下 滑来一条船 因为水浅 船滑得很慢 船头上坐着两个人 看不清楚面貌 变得出是一男一女 同船到了董家户 并没有停下来 我就知道 必定是我们家的客人 却想不起是什么人 外婆家的人才来过 大姨一家都避到澳里去了 别家人来访会预先通知我们的 突然定基叫了 阿爸回来了 阿爸回来了 兴奋中把石器的石片撒了一地 阿母手里的衣锤 扑通一下滚到河里去了 抬起手来放在耳上 挡着阳光 眼睛对着来船盯着 我也拘金会神看着小船 一只眼角 却身不由主地看住那根 越飘越远的衣锤 再不拿 就拿不到了 我忍不住叫起来说 阿母 那衣锤 阿母转头茫然看着我 我不禁大吃一惊 他脸上每一根肌肉 好像都在颤抖 嘴唇发青 好像中暑似了 我正要叫定机 那小船已经靠岸了 阿爸若无其事似的 在向我们招手 他身边坐了一个穿着十分鲜明的女人 正朝着阿母笑 阿母半跪半蹲在石器上 两手都是泡沫 对着这个女人看着 脸上没有人色 那女人见没有反应 伸手捞起水里的衣锤 笑着放在阿母的手里说 这位想必是姐姐 然后亲热的弯着阿爸的手臂 轻盈的跨上安来 阿爸要我们叫他翠姨 把他安放在二伯生前住的那间屋里 和我们只隔一条弄堂 因为战争 所以本来分隔的这个两家 又不得不并在一起 他把外面的这个女人 带回到了家里面 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情景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丁玉妈妈只有一种反应的方式 她说 回想起来 翠姨一共在我们家住了两年 这两年内 阿母没有直接向她说过一次话 有必要时就叫阿威嫂 对她讲 翠姨虽然很气 但也无法吵 阿母主动对阿爸说话 前后不过三五次 每次说时都是用这种巨人千里之外的态度 阿母从不跟阿爸吵 也不让他晓得 他的无情令他伤心到什么地步 只是沉默的 不露声色的主持 这个不成家的家 我到后来才晓得 这就是执法阿爸最狠的一种刑法 但这种可怕的沉默 也只有像阿母那样倔强的人才做得到 要是我和另一个人朝夕相处 而终年不和他说一句话 简直就像饿着肚子 坐在一桌丰盛的酒席前 而不只吃那样的不可能 但是阿母居然能用无言去保护他那一份受了伤的感情 而不想用眼泪去迎回阿爸的心 更不用吵闹去扰乱他的生活 这是《孟会情河》里面所描述 家庭当中内在非常巨大的变化 以及所带来的冲击 我们休息会 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我天天都相信 天天用心听 让我天天想到念的都是你 让我不知不知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就在台北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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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教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 回到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乌里华的《孟会情河》 虽然我们前面 为大家念的徐徐的序文里面说 这部小说的情节 并没有跟它的时代 或者是社会的背景 有紧密的联系 但这绝对并不表示 孟会情河没有反应 在那样一个抗战的情况底下 日本人进来了 在沦陷区 中国人生活上面 所产生的变化 例如说其中有一段 就讲到了学校的变化 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 所以就产生了亲日分子 亲日分子主管学校 于是就把许多 不是同样亲日 或者是抱持着 抗日心情跟态度的人 给解聘了 里面讲到了一位张教官 张教官被解聘 是说因为他煽动学生 做抗日运动 其实这是夸张的 自从郑海沦陷了之后 这个张教官的生活 过得安分守己 而且近于消极 有时气闷不过 就约了学生 到他家里去聊天 一起唱唱大刀响 等歌消极而已 不过换上来 主管学校的校务的人 就看他不入眼 借着他是一个 抗日分子的名义 把他给除掉了 张先生要走的之前 约了几个平常 跟他亲近的学生 到他家里去 其中就包括了 这个定誉 他所心仪的 他所喜欢的国一 这是他的表哥 这个国一 那个时候呢 已经到宁波 去读高中了 他特地赶下来参加 这个张教官个别的 向我们说了一些话 他对国一说的话 特别的恳切 因为国一向来 是他最宠的一个学生 然后定誉就说 我现在还记得 他那席话 以及他说话的时候 那种恳切的表情 他说什么呢 国一 我一向没有把你 当一个学生看待 你要知道的 并不是单单 因为你的球 打得比别人好 而是我觉得 你骨子里有点义气 有点稚气 而又肯上进 如果在适当的环境里 这些气质 可以配置起来 是很值得宝贵的 你平时说话举动 虽然鲁莽了一点 但并不妄动 我觉得你不应该 在这里待下去 应该跑到自由区 也就是后方 找一个好一点的 学校读书才对 一个人求学问 不但要求 而且要问 白天 你向先生求 向书本求 晚上一个人静下来 你就要向自己问 问问自己 这先生的话 是否正确 这本书里的东西 是否是对的 如果你觉得 他们都不是 你就要想办法改良 不能糊里糊涂的 不问 不追究 就过去了 如果你想混一张文凭 将来帮你父亲 开一家男货店 过日子 那当然没关系 在这里读 或在别的地方读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你的志向 不是到此为止 那么你的求学的态度 就要严肃一点 此地和宁坡 都不是你该待留的地方 这种清白部分 乌烟瘴气的地方 最会消磨 年轻人的朝气 和他们的理想 尤其是你 你并不是 意志最坚决 而毅力特别强的 你缺少一种冒险的 不顾一切的精神 所以我要在走之前 特别对你说 你最好能早点离开这里 到后方 找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读书 那国一就说 如果你觉得 这个地方这么坏 你为什么早没有走呢 这个张教官的回答是 赵校长走的时候 曾经嘱咐过我 要我留下来 尽量阻止那一批人 不要太腐化了学生 可惜这一年 我做不出什么事 大权都在他们的手里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我只好走 到哪里去呢 我自己也不晓得 不过我相信 我去的地方 会比这里 有意义的多 看起来 这就是疫症实验 而且是非常明显的 站在抗战 站在后方 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 所说的话 不过小说 精彩的地方是 马上一转 另外张师母就出现了 张师母呢 露着一汁光滑白嫩的奶 在衣机外 抱着孩子出来 一面把小孩 交给张先生 一面把那汁奶 塞进衣服里 然后就说 还不是到山里去过 半动半饿的日子 什么有意义的生活 可以换多少金米吗 你们可以 不要跟他学 他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一堆 不能换钱的骨气 学了他的样 将来也养不活老婆 一下子就用最功利的态度 反驳了那义正此言的话 不过呢 张师母 嘴里虽然这样说 眼睛里 却是扬着一片 对他丈夫的爱意 可惜 国一的一双眼睛 被那只 丰满颤斗的奶 吸住了 没有看到他对张先生 那种死心塌地的表情 当然更没有看到 我战红了的脸 所以这是一个细腻的感情 就是夫妻之间 太太并不认同 丈夫的这种说法 但是呢 因为夫妻之间的爱 所以呢 虽然讲是讲 反对的话 心里面 还是佩服丈夫的 从张先生家里出来 我和国一呢 都沉默着 他是不是在回味 张先生的话 我不知道 我则是在生他的气 觉得他的注意力 不够集中 因为他喜欢国一 所以感觉上 国一呢 在偷看张师母的奶 让他非常不高兴 那快到女生宿舍的时候呢 国一就说 说得到容易 好像一个人 可以拍拍屁股 就离开家寺的 你说是不是 张先生就会说一些 不找编辑的话 也许这证就反映了 这个张教官所说的 国一呢 缺乏一种 冒险的 不顾一切的精神 表示他真的 没有听进去 定玉就说 他还不是为了你好 国一说 为我好 我晓得 可是他也应当替我想象 我现在怎么离得开家 阿婆第一个就活不了 定玉就说 你又不是一去不回 国一说 奇怪了 你的意思好像 我应该离开这里 怎么了 你就舍得吗 定玉在暗里 红了脸 他就说 当然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去 国一又沉默了 国一向他说 那当然好 不过家里不会肯的 你想吧 我们到这里 当然也就想不下去了 所以两个人分手了 而这阵就是 因为抗战在沦陷区 所发生的特别的状态 定玉跟国一 两个人在感情发展的过程当中 又经历了很多戏剧型的波折 其中一个波折呢 是定玉的弟弟 定玉所发生的事 小说里面这么说 我是被哭闹声惊醒的 平时我睡觉很沉 任凭弟弟定梁 怎么用毛笔 在我脸上画花脸 或者对着我的耳朵大叫 我翻了一个声 睡我的觉 但是这个哭声很突然 好像是一皮布 在我耳朵边 被人从头到尾撕裂 所发出的一种 扎耳专心的 撒哑的嘶叫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 本能的往楼上跑 那个病房里 黑压压的站满了人 我冲过人群 来到床前 别的都没有看见 只见阿姆像癫狂的似的 把头像雨点似的 吹打着床颜 正的铁床架上 挂杖子的环子 他都不宜 那个叫人心碎 叫人害怕 叫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就是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 他不是在哭 而是在嚎叫 在哀求 在申诉 在向上昌抗议责问 什么人都只怕不住 阿爸站在他的身后 想把他拉起来 但是每次他的手指 触及阿姆的肩膀 不知阿姆哪里来的力气 就把他的手一甩 阿爸就倒退了两三步 从我出生以来 还未曾见过阿姆这样 完完全全失去自自的样子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的弟弟定基 被放在床上 闭着眼 看不见阿姆惨好的神情 也不必看别的长辈 泪汪汪的样子 他的表情 好像比病时 还要平静一点 只是嘴没有闭拢 像是有话 还没有来得及说 就去世了似的 如果晓得 他会在半路上断气 阿姆是死 都不会让他去的 他的弟弟阿基 这个时候死了 至少在他死的时候 阿姆会在床边 定基在临死时 一定会有很多话 对阿姆说的 阿姆疼了他16年 他竟无声无息地告别了 我看看他 又看看阿姆 止不住眼泪 大串大串地往下流 一大半是可怜阿姆 一少半是哀伤 定基的死 定基死了 就没有直觉 但阿姆以后的日子 怎么过呢 在这种状况底下 哀伤欲痕 这个阿姆看到了定狱 竟然就抓住他 非常平静 非常冷酷地说 他死了你高兴了吧 平时你就见不得 他样样比你好 处处比你懂事 是不是 每回你们吵架 你骂他短命鬼 这下子你该可以 称心如意了吧 你们吵嘴我说了你 你就说我偏心 你自己也不想想 我怎么能够不偏心 你哪样比得过他呢 现在你以为他死了 我的心就可以偏回来了吗 那你做梦 他一死我的心 也跟着他死了 没什么人可以取代他 你懂了吗 老天为什么那么没有眼睛 为什么不找你而找他呢 我前世做什么样的念 今世要受这样的责罚呢 当然这样一番话 对于定欲这样的一个少女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 还有特别说 我那时失去了五岁孩童的自信 又还没有二十五或三十五岁女人 防卫自己的 挨了骂挂了一个笔枯 还难看的笑脸 我当时的感觉 是一种窃骨的恨 混合着窃骨的痛 《猫回亲和》的小说里 有很多这种窃骨的恨 混合着窃骨的痛 这是1963年 乌丽华他所出版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作品 介绍给大家 如果大家还能够找到树的话 也推荐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